新城乡家湾段7号晚间发生预期死亡车祸 26岁温信男子骑着机车 沿台九县北上行经185.5公里处 于是天色昏暗视线不佳 追撞上同向骑乘电动车双载的两名外籍移工 瞬间强大撞击力让三个人摔背到路边 造成两名移工分别是骨折还有擦措伤 而温信男子的头部因为受重创当场失去 遇事紧急送医之后还是回天罚树 右边一辆机车好端端的行驶在车道上 突然间却紧急刹车撞上同向的电动车 这是七号晚间在新城乡夹丸段 所发生的一起死亡车祸 一名海巡队26岁温信队员骑乘机车 沿着台九县北上行经180.5公里处时 于是天色昏暗视线不佳 追撞上同向骑乘电动车双载的两名外籍移工 瞬间强大的撞击力 让山人甩飞到了路边 昨天我们到现场就现场凌乱 指挥中心是讲说两辆机车发生事故 现场有三名伤者 伤者伤势的话我们一到现场先评估 发现一个倒在地上 另外其他的还有医师 我们先去照顾那个没有医师的患者 结果发现他失去呼吸音条 现场判断偶卡 然后给那个CBR 由于温信男子的头部收到重创 经过紧急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治 让队上的同仁都十分不舍 本队所属板下安检所中卫小队长温恩赤 于106年4月到本队报到迄今 平常在营的表现良好 乐观进取 待人和善 深获各级长官的肯定及赞取 昨天不幸得知温元的意外事故 本队深感遗憾 后续将会持续的协助家属处理温元的三丈事宜 警校获报后到场处理 直接路面上布满撞击碎片 赶紧将三人送医 经过警方检测后 外警男子的酒册值为零 而温信男子则有带医院抽携酒册 至于详细的造势原因 警方还在调查厘清 记者徐立芹新陈相报导